beam 常常聽到有人說這個人的FLO很好 這個人的節奏很好 可是從來沒人可以解釋出 什麼叫節奏好 什麼FLOW好 我們這邊整理出來 通常會是球的升降時間差 也就是我們常常教的漂浮運球 Flow Dribble 也是這次贏隊會特別強調訓練的一項技術 如果你能有效的控制球的上升時間 跟下降的時間 那麼你就有可能把Flow做的順暢平滑 第二個是你的關鍵的想法 你在做任何的動作之前 你是想要切入想要投籃 還是想要切入分球 這些都會影響你在做動作 或是執行技術動作時你的順暢程度 第三點你的上下半身不會相互的影響 而是能共同協調高效率的使用技巧動作 什麼叫做不會相互影響呢 如果你的腳的位置站的不對 你有可能在進行跨下時 而卡腳讓身體反而不能加速 所以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前提是 上下半身不會相互影響 而能共同協調工作高效率的使用技術 第四個是你必須永遠保持三種攻擊選項 包含著傳球 如果你可以同時在低位的時候 有翻身跳投 可以往內踩 可以選擇勾手 這些都會是在低位攻擊 你的Flow會很好 那如果拉到外圍你可以Stay Back 你可以直接過人 你可以選擇傳球給隊友 那這麼樣子你才可能建立在你的Flow順暢平滑 第五個是上下半身的升降速率 你的控制上下半身重心下降的能力是否很好 能否馬上的進入到具備爆發力切入的狀態 這都會影響你的節奏跟順暢程度 最後一點是重心的擺放方式 當你在做任何的技術動作時 你的重心擺在哪裡都會影響你的順暢感 也就是你這個人專屬的Flow 我們提供的六種方式讓你去產生屬於你自己的節奏 你自己的Flow 透過影片可以看到Dame Leader Luka Doncic以及Steven Curry使用 胯下運球的整體Flow 都呈現的方式不一樣 Dame Leader使用胯下當成Flow by加速 Luka Doncic使用胯下運球當成煞車減速 Curry使用胯下運球當成投籃之前的前置動作 也就是說球的升降時間以及想法 都在三個球員身上分別不一樣 根據這些Flow的定義六種方式 你可以去觀察出每一位不同節奏的球員 他是為何不同 那你也可以去產生專屬於你的個人節奏 MING TO DO 要 syrup MING TO DO MING TO DO